Tiger,上次教了一些關於工具實用的小貼士 因為接下來我快要去奧地利Exchange 以及要去歐洲旅行 可否教一些可以拍旅遊短片時 比較實用的鏡頭動作或小貼士 上次的東西是不實用的 很實用,不過可以更實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旅遊景點拍攝的方程式 主要有兩部份 第一部份是有你的樣貌 大約加10至20秒的地方介紹 我一開始的開啟就是看著自己的樣貌 然後開啟介紹 沒錯 而第二部份是你勾完景點的一圈 你覺得很難忘或值得給觀眾看的 我們叫做一些散鏡或漂亮的鏡頭 拍攝很多個 然後剪輯出來 之後可以加音樂或配音 將它串連起床開一條短片 大約剪輯出來一分鐘至兩分鐘 這就是旅遊景點拍攝的方程式 好,我可以實戰一下 理論就講完了 不如考考一下你如何使用這些東西 記得的,上次教了如何使用手機收音 我記得我用iPhone 插了這條叫做PhoneJet 然後插了麥克風 然後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上有少許技巧 因為這裡有少許的位置 所以把它拔開 然後把它推到最盡 這個位置 太盡又會斷 少許 少許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最重要是保持平衡 不要太側 少許都可以頂得上 好,接著我就按開機 沒錯 對了,已經開機了 好,我建議下次插麥克風 你才開機 哦 這套麥克風就不是無線 要插一條線進去 我先插 我們選用自拍模式 拍到自己的樣子 也非常上鏡 眼睛我們就不要看自己的樣子 我們很容易會看自己的樣子 是 我們會看回鏡頭 鏡頭就是這裡 哦,看回 看回iPhone的鏡頭 哦,看回的 是的 哦,我平時拍照拍片 也很不自覺地看自己的樣子 沒錯 那我們看鏡頭 是 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連線 我們刮一刮它錄影就可以了 好 那你做一個主持 介紹這裡絕對沒有問題 即是做一個開啟 沒錯 沒錯,那我可以按開啟 Hello,大家好,我是配行Serena 我現在就在樂副附近 九龍城的河家石屋 這裡就有80年的歷史了 現在就在另一邊享用咖啡 一邊去參觀一下 究竟這個歷史是怎樣的 完 好 剛才會不會太近呢 都可以的 沒錯 平時我坐著的,我可不可以這樣放著 然後離遠趕呢 絕對可以的 可以的 小心會反 有兩件事 剛才你也是很不經意地看自己的 對 那就歪了,要練習 對,真的要練習 第二件事 因為有三軸防手症的好處是甚麼呢 你可以一邊走一邊說 例如在門口有一個草地 你可以走著來說 這樣也是一個很穩定的開啟畫面 你會覺得很有趣 對,而且走著時會看到你現場的實況 對 這也是可以更多的變化 等下可以再試一個鑊 沒錯 剛才這個10秒開啟畫面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會… 剛才你繞了一圈 你覺得這裡最值得你拍攝的是甚麼呢 我自己喜歡的話 就譬如這裡是一個咖啡店 附近這些裝飾 很懷舊 這是不是尿兜 這個是放毛巾 他們用了以前的生活工具 還有這些帖子也很有趣 我挺喜歡剛才上去展覽館的 這條很窄的樓梯 我覺得也挺有特色 而且石屋的屋頂也挺有特色 明白 當然我們待會兒就等你自由發揮 看看你的天分到哪裡 但如果各位朋友想知道拍攝的技巧 還有我們也會有一條影片說攝影機動 我們可以上去之後就能按照 你也可以學習它 去到我們就可以更加好地發揮 好 但是餐廳 就像你所說 無怪乎有些裝修 食物 我們主要都是用動作 都是Pan 左去右去左 或者是上至下 下至上 大約這樣 你就可以發揮到你的天分 哦 即是這麼簡單 就像畫十字一樣就可以了 沒錯 但是也有些巧妙的 我們盡量不要每一個鏡頭都一樣的動作 譬如每一個鏡頭都由上至下 這件事我們叫做好跳 而且很不自然 我們盡量可能這個鏡頭就是上至下 圓了 接著就可能是近一點 或者軟一點 就做過左至右 右至左 令到每一個鏡頭的運動 攝影機動都不同 慢慢就會掌握到節奏 就會有一個挺生動和漂亮的短片 好 我想試一下 好 第二部份了 那不如你試一下 拍一些Beauty Shop 收拾一些散場給你看 好 我想挑戰一下 拍一個很有懷舊感覺的切盤 切盤 即是尿兜 OK 完結了 很好 真的OK 藝術感十足 那就好了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剛才我這個應該是沒有Lock的模式 會跟著Pan 之前教過 這個都會有一個Lock的模式 那什麼時候可以用呢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Osmobile 2 和Osmobile Pocket 都有兩個模式 剛才你用的就叫做Follow Mode 即是說隨著你的手擺動向右 就會Pan右 向上又會向上去擺動 適合什麼場景呢 譬如你有機會去到歐洲的大的博物館 甚至乎大的草地 你一Pan就看到一網無際 就是很橫位 這樣 那調轉 好像這個鐵盤 我會怎樣拍呢 我會鎖掉它 因為當你按一下M 鎖掉它之後 無論你上下左右 它都會向同一個畫面 那我就會向橫去到伸延 我們試試一下 那就可以像一條路軌 打橫 Track 這樣見到不同版本的展品額 這個主要就是鎖和不鎖的其中的應用 我明白了 如果我那一刻想著重的 是那個場景比較宏觀一點的畫面 我就用不鎖的Pan Shot Follow Mode 但如果我是想焦點在每一個細節 可以拍到它的話 就會用鎖的會比較好嗎 都可以這樣理解 甚至乎比較簡單 有一條很長的走廊 其實你把鎖死了 無論你上樓梯或向前 永遠都會向前 保持一個很穩定向前的畫面 所以就是涉及你的創意 以及想帶出來的效果 鎖掉是比較容易用的 那到時我有動動的話 最好鎖住比較好嗎 真的看情況 你慢慢就會掌握到 現在我建議你有一個挑戰難度 我們就Follow的方式 你現在是否要 現在Follow吧 我試一個Track Shot 好啊 即是很穩定 就算我的手在鎖 它也會跟著一個水平視 對 因為這是一個 Mechanism 的防手鎖 所以就算你將來 去到歐洲 騎著馬影 也有些不明錯的效果 我期待 好 這一節就完成了 好 都是啦 譬如說你想拍攝 整體的環境 可以由相拍下來 其實有時沒有那麼規律 當然你可以參考我們第二條片 講攝影機動 但是拍片 有時都是隨身 都可以做到不錯的效果 慢慢習慣了你的風格 剪出來就好看 那我們上去看看 OK 上去看看 我現在想試一下 用這個OSMO Pocket 拍一拍我上樓梯的軌跡 我想拍完腳 所以我要將鏡頭 向後移 好 拍攝 我們叫做Top Shot Top Shot 好可愛 我做成怎樣 OK 挺好 其實整體上 剛才我們叫做Unusual 即是特別的鏡頭 拍了一腳 都會吸引觀眾 會看更多的東西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都貪心了 上到來 然後又見你 嘩 順便攪拌 多個圈 其實不是不好的 但你記住 因為我們有剪接 我們盡量每個鏡頭 盡量散一點 可能我拍那個主體 就拍那個主體 我們只拍上樓梯就上樓梯 就不要那麼貪心 一次過就拍幾十分鐘 明白 可以 這樣就斬散一點就可以了 現在你看到這個空間 有石屋 這裡差不多一百年了 上面的屋頂也很經典 我們有一個模擬舊居的地方 現在就給你發揮了 跟我撿多一點散梯 之後回去就剪片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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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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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邊這邊這邊 這裡 這樣就好像 桌上有很多儀式的玩具 這就是一個check bag 明白 如果我想拍這個屋頂 應該是一個三角形的 怎樣拍都是三角形的 我們先站厚一點 好 這裡 隔壁站在最對角的位置 或者你可以輕輕地攪拌 輕輕地攪拌 因為你會看到很可愛的木橫樑 這樣就被人看到石屋的屋頂原來是這樣的 OK 那就差不多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沛逢Serena 我現在就在樂富附近九龍城的河家石屋 這裡就有80年的歷史了 現在就在旁邊喝咖啡 一邊去參觀一下究竟這個歷史是怎樣的 我現在就在家別人搞笑了 我現在就在家中有小小小和 那我 喜歡看起來 我現在也是大小的 多小小的 Leo 我現在就有了 我現在才會再正面 我來自小小的 這就是個月 有一段級別的手 我現在就不想看 那你 rub我的心 我現在就不會 太厚了 我現在就沒了 我現在就開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